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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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或者对那个白人用可开音和黑人那个用可开音的那个盘行的那个区别 它的后果是值得我们怀疑有一些还留下来的最起码是种族歧视的痕迹还是有 就是说你觉得司法制度某种程度上是 你说系统或者是有法律或者有什么程序是有错的是很难证明 没有没有成文的有那个种族偏见的一些法律 可是如果你看那个后果还是有值得怀疑的一些政策上没有 但是执行上执行上有这个很可能是取决于什么文化或者历史 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法律能马上解决一些问题 这里头一个问题就只有很多具体的因素决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觉得美国的司法程序上不光是就非常公平的程序这个制定上 而且相对来说那对少数族裔还是有一些就是比较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有点原谅性的考虑 但是就说可卡因这个问题 你要看吸可卡因的人 就是谁抓了谁坐牢 在白人里吸可卡因的人 你要看整个教育程度是要比较高的 很多白人影星什么都在吸可卡因 而黑人里头教育程度是低的 而当一个教育程度比较高比较有钱的人和一个教育程度低没有钱的人犯了同样的罪被抓的时候呢 那个他的辩护能力 他的解释能力 他对陪审团的能力就不一样 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黑人的犯罪比例事实上比白人高很多 你觉得你很难把种族问题和贫富顺疏问题和阶级问题分得清的 在美国里很难说清楚 我们会来谈贫穷和种族问题的关系 我觉得法律的本身没有大的问题 我们如果一条一条的显示美国的法律的话 你很难看到就是说哪一条法律或哪一条规定 到今天这个时刻还有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我们刚刚前戴博啊小夏都有提到 就是说法律是死的 执行的人是活的 那么法律在实施在执行的过程中间 可能因执行者的这个某种看法 某种观念 某种过去的经历 而产生对黑人比较不利的这样一个这个执法的结果 这个是存在的 好 我想今天程小农的看法 就是从执行的角度来讲 小农你觉得是不是存在偏见 或者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偏见 我觉得国内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在评价美国 这次福古森事件的时候使用了两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一个是所谓这个非洲裔美国人坐牢的比例 人数很多占犯人的相当一部分 再一个就是在警察当中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很低 这两个例子本身其实都存在问题 首先这个如果要谈非洲裔美国人的坐牢的数量 首先要看非洲裔美国人犯罪的比例 如果犯罪的比例高 高于其他族群体 那么他的坐牢比例也就相当高 这是一个和犯罪的事实有关的事情 而中国的媒体从来不提这一点 第二点关于警察问题 其实美国的警察在招聘和雇佣 还有训练的时候 对警察个人历史的清白有很高的要求 并不是任何人想上警校 然后就能够当警察的 那么这样的话 相对而言要保持个人历史清白 没有任何污点这一点 确实在不同族裔群体里 可能是有差异 好 说到这个我们知道执法方面 警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很多的媒体报道也显示 就是中国媒体的报道 觉得警察针对黑人也是过度使用暴力 滥用暴力等等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戴博你的看法 当然我们有几个比较有名的一些例子 就像那个罗德尼那个金 就是在那个洛杉矶的 我们都是看了 都是给射下来的 很多人就是用那些打那个帮子 打那个黑人 可是他们不只是对那个黑人 输出这些暴力 在若干的条件之下 所有的 我觉得世界各国的那个警察 我觉得在美国也好 在中国也好 我多数我接触过的这些人 都是为人民服务 都是这个态度 是要保护他们 可是是做警察这个工作 是会吸引一部分 一些有偏见 或者有暴力的一些倾向的人 在某些条件之下肯定会打 我觉得这个是 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偶尔会有一些这些情况 我这个是说我自己的经验 听我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 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 第一 美国警察是不是经常性的滥用暴力 这是第一 第二 滥用暴力是不是更多的针对黑人 那么我想请你小小的看 我想这里头要看 不是看黑人 看黑人哪个社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比如我们这边有一些 或者黑人比较多一点 但不是聚居 我们这已经没有这种种族隔离这种区了 那么这南方有一些 或者是芝加哥大城市有一些 就是黑人中产阶级都走了 剩下是非常贫穷 没有受过教育 单身母亲犯罪率非常高的这个社区 你要看暴力经常出现在这儿 这里不仅仅是警察针对当地居民的暴力 也有当地居民针对警察的暴力 因为居民也是有枪的 所以你要看那个像去年 有一个数字吧就是2012年是警察被打死 打死44个 不是在芝加哥 不是 反正警察被打死的人数是警察打死的人数的一半 所以可见这个暴力是双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一个警察 特别是单身一个警察 在这种贫穷的区巡逻的时候呢 难免有时候神经过敏 这个警察只好过当 或者使用暴力过多这个情形 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美国更严重一点 为什么呢 一个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美国的枪支犯难 而枪是不等人的 这个有的时候警察为什么会在第一时间就这个下手很重 因为他非常担心 这个嫌疑这个嫌犯呢 手上可能有枪 那枪回头就是一下 所以在美国 警察这个巡职的这个人数啊 也是在这个各国中领先的 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 警察也是人 他当然这个执法是为人民服务 同时他要保护他自己 在这样的情形下 出现这个这个执法过当的情形 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一个情形 像龙 我们都在美国都知道 美国的这个驾驶考试有一条非常明确 就是如果警车在后边要求前面一辆车停车 那么这个驾驶人必须双手放在驾驶盘上 绝对不能走出自己的车子 更不能走向警察 否则就有袭击警察的嫌疑 原因就是刚才藏光华先生谈到的 他可能有枪 那么在这次这个福古森的案件里 我们注意到 这个 这次受害者 布朗他在这个和警察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 实际上是警察坐在车里 他走到警察的车跟前 把手和身子伸进警察的车里去 和警察发生了扭 这个双方的扭 扭打 然后才发生枪击的 那么这个过程本身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属于袭击警察 这有可能带来进一步严重的后果 这个做法显然 这个当事人也有一些责任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贫富顺素问题 也是个文化问题 比如说我们 我们是中山阶级 我们在华盛顿 我们住的都是比较安全的这些区域 我们接触警察 一般来说是我们开车 我们超速 他在后面灯都亮了 我们停车 我们特怪 他挺客气的 所以我们觉得警察都不错 可是如果你是住在那些拼命窟 有很多那个像你说的那个微青年那个犯罪团 这些黑人接触警察 这个经验不一样 他们觉得他们一天大晚 24个小时都被看成是嫌疑犯 所以他们觉得警察都在怀疑他们的 他们从小收到这些训练 他们很容易有一点讨厌这些警察 然后他一把手伸进他的衣服 警察就是非得假设不可 这个人是有枪的 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很难以射生局地想一想 这些人包括警察在内 还有这些比较穷的这些人的那个心理的一些压力 我们要看着这个数字 就是在美国这些平民区的黑人 他们的34岁 就是34、19岁的34岁的这一个年纪的黑人 犯罪率是基本上一半左右 那么就是 而且甚至到了什么情况 到了这个 就是他们会把监狱的囚犯看作英雄 就是最近美国不是这样 也有一个实心的这个 这个穿衣服的方式 就是这个裤子 垃的一半垮下去吗 其实那就是模仿监狱服装 因为监狱的服装不许有腰带 那么在这种这样的文化之下呢 很难就说警方和这个 和这个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很难改善的 因为他们认为袭警是英雄行为 如果我们要把那么多黑人坐牢 要追溯到他们的犯罪率高 我们还得更深的说 他们所集中的这些区 他们的就业率又怎么了 没有那个工作的很多机会 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要反毒或者什么的 这个也是跟就业率跟美国一些更深底固的 结构性的一些经济问题 当然我会再回到这个经济问题来看看 但是我想再针对中国媒体的一些说法 我们先把这些说法先做一些讨论 那么我还看到就是新华社有一篇报道里面提到 说这个在美国警察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 就扣押讯问搜查和逮捕嫌疑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 我想请大家来发表这个评论 先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不是这样 警察实际上是必须要有充分理由的 因为警察的行为实际上是要受到 这个除了警方当局 这个他的上司的控制之外 警察也是在美国 他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从上而下的 这个集中管理的警察系统 他是分本地市政县各级警察 而每一级的民意代表机构 都会对当地警察的行为加以监督 你比方讲我们所居住的每一个镇 我们的警察在干些什么 我们随时会关注 如果他有任何不当行为 那是会受到当地民意机构 和这个当地行政管理部门 严厉的监督 所以他不能够这样 有一种情况下 会出现这个 这个中国媒体说的这种情形 就如果一个嫌疑犯 他正在 就是一个现行犯 他正在作案 比如说正在杀人 或者正在抢劫 在这样的情形下 警察不用去要这个 去向法院要这个逮捕令去 逮捕了来不及了 这样的情形下 你可以立即制止 否则的话 你还是要寻求法院的这个 据我的了解 好像搜查证都要通过法 法官来签 给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有一次警察的路上 就是看见一个人 也显然是吸毒 有这个问题的 而且他坐旁边 就有一包大麻 还是海洛因这样 就是说你东西在明显的地方 你就可以搜 就是你看见在犯罪 这是犯罪吗 但是呢 警察把他的整个车搜了 在车后头 收出一尸体来 就他杀了人 但是后来到法院去 法官竟然说这不算 因为警察能搜的 只有他能看得见的地方 他没有看见 打开他的后备箱 哪怕搜出一尸体 就是说你没有通过法庭程序 来进行的搜查 你这个都不能作为取证 你只能制止现行犯 而且在多数的一些 我再补出一个案例 不管是 就是除了一些你刚才说的 他们正在那个盗窃 或者杀人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要逮捕一个人 那个警察都得 首先告诉他 你有什么权利 作为嫌疑犯 你有权利 有一个律师 保持承诺 就是为你保护 你可以不说话什么 这些都要说 对 好 小农要补充什么 首先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 如果警察没有搜查证 他要敲门 你是有权不让他进来 他根本不能进来 第二 新泽西州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 有一次有一个通缉逃犯 因为超速在公路上 被警察拦住了 然后警察在搜查他的时候 发现车里有枪 然后把他逮捕了 但是事后 法官判决这个人被释放 原因是警察搜他的时候 不知道他是逃犯 也不知道他的有枪 所以有枪是事后的结果 而不是事先扣押他的理由 从这点看得出来 司法的公正 哪怕是对嫌疑犯 也是相当明确的 好 再来讨论一个中国官媒的一个 一个常见的议题 就是美国警察的所谓军事化 那么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 美国的警察简直是装甲车 冲锋枪什么都有 然后可以用来镇压民众 给人至少造成官媒的印象是这样的 我想请各位评论一下 这个军事化 这个美国警察军事化 是不是用来对付普通民众 那么戴博你 其实美国人也是挺单亲的写的 在这个方面 那个美国的记者写的 跟中国的记者也没有什么两样的 而且我觉得很多那个中国记者 就是那个好写的 那个美国的记者报告的 这个是美国的军工企业集团的一个问题 跟那个政策无关的 他们有太多的东西 所以他们推销给这些警察 他们就是可能 好像是把这些看成是 很有趣的一些新的工具 或者玩具 我不敢说 可是这个并不是因为 美国有一个全国的 地方警察的军事化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市场上的情况 这里头有一个 911之后啊 各地警察都要求 接受一定的这种反恐的训练 所以训练的时候 用开了呢 这个军工企业 这么推销给他们呢 他们也就跟着用了 其实平时 我们路上根本看不见 这么多警察 还有一个就是说 美国的警察 他没有一个什么 国家的标准配备 比如说我 我这个 多少人就一定要有个装甲车 多少人就要有这个机关枪 没有这个规定 你如果这个州政府 这个市政府 这个地方政府有钱 你有这个需要 然后议会这个批准你了 你当然可以去买 还有一点就小夏提到的 911以后 这个美国反恐的任务 非常的重 然后我们经常看到 这个所谓的炸弹 不是爆炸的炸 是炸弹这个情形 这个你要去处理 每个人去处理的时候 这个所谓拆弹专家 他一定要把他当作炸弹来处理 有时候靠人工去的话 万一是真的炸了 他又有伤亡 所以他当然要配备一些东西 还有一点 我要请大家这个注意 其实中国的警察 这个这个装 警用装备也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 你不能说他全部用来 是镇压人民 他当然有他执法的需要 这个美国其实也是一样的 好 小龙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新华社 在误导中国的民众 原因是这个 他提到了所谓的 美国国防部释放了一部分武器 给警察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说成全国军事化 这是胡扯 我查诉了一下 他的根源是这样 1990年 美国国防部通过一个法案 不是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 叫做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的1026条款提出来说 为了对付毒销 就是贩毒的黑社会团伙 各地警察可以从军队的库存里头 取得一部分军用装备 来对付毒销 因为毒销的装备比警察好 警察那个左轮手枪没有攻击力 就是对付不了毒销 那么在这个条款 后来又被修改了以后 叫做1033条款 那这个方案 其实并不是所谓 由上而下 全国这个普遍的 所有地方都采用的 而是由各地警察当局 自行决定 他们是否需要 一边我们所住的地方 根本就没这些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佛古森这个小镇 我查了资料 他们一共也就是得到了12把步枪 6把手枪而已 所以这说明一个问题 新华社其实是在 揪住美国媒体上的一些报道 然后大作文章 实际上是在从事反美宣传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其他刚才因为戴博提到 就是说美国的种族问题 跟美国的这个 就是少数族裔 特别是非洲裔的 这个经济地位 地下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中国的媒体报道 很多是认为呢 就是说在经济问题 经济社会地位上 黑人也是长期遭受这种 怎么说呢 压迫和剥削 或者说是至少是歧视 那么你觉得这个 是不是反映今天的中国 就是美国经济的现实 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社会 这个结构一直在演变 现在就是很难说 光是说那个美国 那个非洲裔的美国人 美国黑人 他们也是非常多样化的一个群体 或者是可以说 他们很多就是通话了 根本不组成一个群体 所以很多那个中国的报纸 老说那个美国的这个 中族的一个隔阂 好像所有的黑人 都是给好像有自己去 或者政府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自己的黑人去 反正政府画给他 对对对对 这些分析都不太对 因为有很多美国的这些权威 也是黑人 包括总统 司法部部长等等 还有很多中产阶级的 可以向大学的 当然穷的黑人比例 比穷的白人比例高 这个是说明美国历史问题 就是黑奴制 还有那个这些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 痕迹还是有 但是这种他的收入 比其他族群高 是不是有歧视造成的 这个里头我就觉得 就不能老是拿黑奴制来说 这里很有意思 是我去刚刚到一个 就是南部黑人平民窟去了一趟 关于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呢 黑人平民窟里的人都走了 就是中产阶级都走了 只要能离开 因为我去了马丁路德金的家 马丁路德金的家 他家是很有钱的家 非常漂亮 今天是在我们这边的这样的房子 大概200万买不到 他对面就是平民窟 当时在种族隔离状态下呢 那个他们一个种族是住在一起的 所以呢 有钱人和没钱人 是怎么看得见怎么生活的 那这里有很大的问题 就当时我就去采访他们 他们就告诉我说 当时的黑人社区里赚的钱 要赚八圈才能出去到外边去 而今天犹太人是要赚十二圈 我想华人可能赚的更多 而到现在呢 这里的人不光是不赚钱 就是有一点点钱 马上就出去了 一圈都赚不到 就是这个社区能不能留住钱 留住投资 留住人 而在里头投资的人 就是说胆敢去在那里头 开一个店 怎么的人吧 都是移民 那么移民条件更糟糕了 后来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我还想说奴隶制这个有关系 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社会学者去哈莱姆调查 纽约的黑人区 他就说开店的也是黑人 买东西黑人 但是开店的疑问 全部是加勒比海移民 而加勒比海移民也是奴隶的后代 其中他们就出了国务卿包威尔 他们都是这样 所以现在这个黑人移民社区里 我觉得不少黑人领袖都说过这个问题 就人都走了 你们为什么不回去重建社区 这个在美国 黑白种族之间的这个矛盾的问题 确实是这个由来已久 而且目前也 虽然这个民权运动之以后啊 这个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个政府也做了一些努力 可是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我们看问题 我们讨论议题啊 经常会谈到美国的种族问题 谈到黑和白 这个中国人 像刘雪山 我当年刚到美国的时候 这个要选择住在哪里 在哪里的时候 就特别注意 不太愿意住到黑人区 尤其是比较贫穷的黑人区 因为治安不好 那我们有的时候就去问这个美国的朋友 就问他 你们担心不担心黑人区 你们选择这个住地 会不会选到白人区去 你知道我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他说我们的眼中没有白人区和黑人区 我们的眼中只有富人区和穷人区 所以你如果你有足够的钱 让你能住到富人区 中产阶级区 你应该住那边去 也许那儿有白人也有黑人 但是他们是中产阶级 这个治安比较好 环境也比较好 那你到穷人区 穷人区有很多很多是黑人 但是也有白人 这个美国有很多地方 有那个叫trailer park 实际上叫简易屋了 就是像铁皮屋一样的 比较简陋的 那个里边住的不全是黑人啊 也有白人啊 你今天如果到中西部去 有很多地方的这个所谓的 平民窟 所谓的这个穷人区 很多白人 很多都是白人 所以我们不能被这个误导 不能说一想到穷人的全是黑人 不是的 其实白人里边也有很多很多的穷人 这个拼出顺出 我们不要把这个完全鬼公寓这个种族 多数的美国的穷人 是女性的孩子 不管他们的种族如何 单身女性带孩子 喂 小农 你在线上吗 嗯 请讲 对 我想说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 确实像刚才戴博谈到的 不是个简单的白人黑人问题 我们在美国居住久了都知道 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居住的 这个区域有很典型的特点 通常他们住在大城市 同时如果不在大城市 他们就会在靠近州政府 所在地或者是某所大学的所在地 原因是在这些机构 黑人比较容易得到就业方面的优先考虑 这个比方讲我原来在普林斯顿 刚来的时候做访问学者 我住的就是黑人区 我就是和非洲裔美国人将临的 但是在美国东北部地区 最近十年来出现了明显的 非洲裔美国人搬走了 从东北部搬到西南部去了 到德州还有美国南部 原因是他们面临着来自拉丁裔 移民的挑战 拉丁裔移民要求的工资低 他们取代了很多非洲裔美国人 原来所做的工作 迫使非洲裔美国人 不得不搬离这些地区 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有很多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 与种族本身毫无关系 黑人被拉丁裔挤走了 不是白人的过错 好 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说因为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就是有一点给人的感觉 就是是在一种政府行为下 造成对黑人的歧视 我想问一下 实际上从60年代以来 我们知道自从民权运动以来 美国的政府在相当多的政策上 尤其是在福利政策上 我觉得是像很多少数族裔 有所倾斜 其实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但是在这个福利制度 造成的效果方面 有很大的争论 那么戴博 你觉得这些福利制度 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比如说像 非洲裔族群这个族群来说 原来这些福利的制度 我觉得是个好事 而且是有必要的 可是随着美国的演变 就是利根总统上台的时候 他开始对这些 就是产生一些质疑 很可惜他是用一些 有一点那个中族歧视色彩的一些口号 然后那个在克林顿的领导下 也是有一次比较大的 那个福利的改革 总的来讲 效果是好的 他是就是勉强更多的人去找一些工作 而不要一代有一代的 就是依赖这些政府来的那些资源 可是问题是 你一有这个社会福利的那个制度 你很难以进行那个全面的改革 因为我很多人就是 我记得在一个节目里曾经说过 就是这些成年人 他们依赖这些就是变得很懒惰 可是如果你是个决策者 你还是得考虑他们的孩子 我就在那个巴尔蒂摩附近 我经常大概每一个星期 就是经过这些最糟糕的这些区 你可以说他们的父母有什么问题 是吸毒还是不教工作等等 可是你总是不能只怪他们这些小孩子 他们一出生在这里的 他们的希望非常小 所以你还是要继续给他们一些福利 为了给他们一个受好教育的一些机会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这些黑人的贫穷问题 怎么造成的 是单亲家庭造成的 那么当你是单亲家庭 就是说这个整个福利政策 就不鼓励婚姻 因为一个单身妇女生的越多 那么她得到政府补助越多 而她如果结婚的话 两个人如果有收入的话 得到福利 福利反而还少 这样就鼓励了大量的黑人男性 不结婚也不负责 就黑人中缺乏一个父亲形象 一个家里头没有父亲的家里 靠一个单身母亲带这么多孩子 那是很有问题的 美国的穷的白人 集中的地方 问题一样 完全一样 这个也不是黑白的问题 特别 它是因为穷 然后呢 我首先讲一下 就美国所谓的福利 这个制度 福利的这个怎么回事 有点像中国的这个低保 就是最低保障了 你今天如果没有工作 然后你是单人单亲家庭 还带着孩子 那政府呢 每个月会给你一定的这个补助 这个钱呢 你发不了财 但是你饿不死 但是很多人呢 这个因为他多一个小孩 他就可以多领一份 反而促成他没有工作 也不想到明天 只想到多生一点小孩 可以多拿一点钱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可以想见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 这孩子的前途 也就非常堪忧了 我认识一个拉丁裔女孩 13岁 从这个厄瓜多尔到这来 来了就生 生了七个 他每个月收入 他有四千多块钱 好 肖东 我举一个 我在普林斯顿遇到的 一个非洲裔美国人 学生的例子 他来自于休斯顿地区 是个非常杰出的青年 这个黑人小伙子 曾经在高中就开始学中文 他到普林斯顿大学 二年级的时候 就能够用中文写了评论文章 在当时我编的 当代中国研究上还发表过 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经历 就是在他所居住的 不算太差的 这个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 当地的中学学校的校园文化 实际上是相当排斥 像他这样努力学习的学生 就是校园文化 本身有一种负面的影响 对当地小孩 有这个负面作用 他就被同学排斥 受到排挤认为他是一个白痴 谁叫你在那里读书的 奥巴巴最近 那么像这种文化 确实有不良影响 说到这个文化 我想因为今天早上 我正好听到就是 2012年的副总统候选人 保罗莱恩 他是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的主席 那么他出了一本书 他就提到 美国的所谓大城市文化 他并不是专门指某个族群 而是说就是inner city the culture of inner city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有一些这些贫穷的人 他们有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不鼓励work ethics 也就是说一种勤劳工作的 这种价值观 他觉得美国人 很多人失去了这种价值观 那么这也是很多人 在提到族群问题 或者是贫穷问题 他们所提到的一个观念 我想问问戴博 你对这种观念怎么看 你觉得 比如说缺乏勤劳工作的价值观 跟很多人的贫穷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他这个语言 那个大城市文化 最近很多 尤其是那个共和党的这些政治家 其实他们就是说黑人 他们知道说黑人不行 有人会说你有中族歧视 所以他们说是大城市文化 可是这个他们的意思 其实还是说黑人 但是这个文化存不存在 有没有这种文化 大城市文化 对 就是所谓他们提到的这种现象 我不知道大城市文化 是指什么而言的 而且福克森不是大城市 最近这十年来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新的倾向 就是很多穷人是住在那个教区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 你听一个政治家说 大城市的文化 有什么糟糕的后果 其实他们还是简洁的说黑人 现在不光是黑人 拉丁疫区也出现这个问题 本来拉丁疫区 疫区很多的人是 拉丁疫区非常努力工作的 但是当福利 当大家发现 拿福利也很好的时候 很多移民又来拿福利 其实中国人也有 我们都知道 中国有些移民来之后 就是纽约这种大城市中间 那个华人社区里 有的是骗福利的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这种非常 就是说非常糟糕 非常不负责任的福利制度造成的 美国的制度是有问题 这个福利制度的确有问题 刚刚这个时候 还讲到华人社区 华人社区有啊 这个有的 比如说孩子到这里留学 找了工作 生活得很好 当他把父母接到 这个美国来的时候 他叫他们父母单独过 单独过 这个父母又没有收入 对不对 这样他就可以领旧机了 所以这样的情形确实多 他仅仅不仅是个黑人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点 我刚刚想补充的 就是说 为什么在美国 还有一些区域啊 被人称为黑人区 这个其实所谓黑人区 就是贫穷落后 这个治安不好的代名词 有些这个地区啊 会变的 代博一直在讲 这个美国在变 有的变好 有的变得更差 变好是怎么变的呢 其实我经历过 有些地区 本来这个地方是黑人区 华盛顿就有啊 对不对 华盛顿这个 十四街以东 对对对对 过去叫黑人区 现在非常好啊 对非常繁荣 他怎么会变好的呢 跟黑人也有一些关系 这个有些投资者跑去 他觉得这个区域很好 交通也很方便 他跑进去花钱 买你的房子 你这个房子不是黑人的吗 很穷吗 这个房子 其他地方要四十万 在那卖五万 就可以卖就可以买到 我去以后 小夏这个房子卖给我 我给你七万 我给你八万 你卖给我了 他全部收购 那卖房子的黑人也很高兴 本来这个房子就值五万 对不对 我今天拿到八万走了 这样的话呢 就把穷人都赶走了 把这个地区就漂白了 还有一种呢 在这个社区里 还是被赶走的那些穷人 还是没摆脱穷人 对 他继续去找那个黑人区 那有些区呢 就越来越差 就是有些赚到钱 受过教育 找了好工作的 他也不在那里 因为没面子 他也搬走了 那总的说 黑人还是正在经济上 被边缘化 听听陈晓冬的看法 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用黑人 或者是白人这样一个概念 来描写贫富 虽然黑人当中 这个他们的人均收入低于白人 但是我们要看到 现在在美国新增加的一个移民群体 就是拉丁裔 他们的人均收入甚至更低 但是并没有出现 拉丁与白人之间的 所谓的种族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 其实不是种族问题 而是社会问题 也就是说 存在的贫富差距这样的现实 然后贫穷的阶层 他们的居住地区 有时候会发生变化 但是很多情况下 他们就集中在一个地区了 然后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搬走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贫困地区产生的问题 社会问题 集中表现在非洲裔美国人身上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种族问题 按照这个方向去 而是要想办法 不是增加社会福利 而是想办法引导 帮助贫困阶层摆脱贫困 其实在这方面 拉丁裔移民的做生存空间 和他们的这个发展的道路 显然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模式 好 以后我们会谈这个经济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最后我想再问各位 做很短的点评 就是在今天这个种族上 种族问题从法律层面 从政策层面 我们知道美国其实 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 但是美国人是不是 真正的能够坦率的 公开的进行种族问题的讨论 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 实际上现在我觉得 在很多时候一说到种族问题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让你觉得非常紧张和敏感的问题 有可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一般来说这些 如果白人和黑人在一起讲这些 很多人变得很惊涕 因为他们怕得罪 得罪对方 因为大家都变得特别敏感 可是总的来讲 美国人是比较公开的 透明的讨论这些问题 佛格森就是个好例子 肯定不管这个警察怎么样 一个受存贴的人 他不应该给打了那个六枪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可是美国的媒体还是可以非常的自由到那边去 包括那个环球时报也可以去采访人 所以这个言论自由是我们最好的一种要 我觉得会逐渐逐渐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管理这些问题 我觉得美国的言论自由说是没有限 法理上是没有限度的 但是到了种族问题上 大家都如履薄冰 我采访了一位黑人议员自己就很感慨 他说种族问题 我说最关键第一点是怎么解决 他第一点是大家对能坦诚讨论 现在是不能坦诚讨论的问题 你可以讨论尽量 你说左翼讨论 爱怎么激动 可以说美国社会说的一塌糊涂 但是右翼讨论 大家真是包括Paul Ryan这样 他们这么说 他也不能说是这个 就黑人问题 他说就说 这个大都市中心的问题 很多时候呢 这个是不能坦诚的说 当我们不能坦诚的说话的话 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是的 尤其当你要竞选公职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福格森的这个案子 已经闹了三个多礼拜了 可是这个下一次可能要竞选总统的希拉里 昨天才第一次开进口 那他是认为说 这个事情的处理可以处理得更好 那么他同时也觉得 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种族问题啊 是要值得讨论 他说警察 好 拦减 这个在公路上拦减啊 这个黑人超过了白人的三倍 他说这个数字如果倒过来的话 这个美国肯定要翻天 意思就是说这个里面对黑人的确有不公啊 对 你如果是要竞选公职 你的发言就更要谨慎 就你讲 你刚刚讲的大都市文化 而且一定要符合一个政治正确的这个轨道 否则下一次你选票就流失了 对 好 小农 最后30秒 我觉得这个在讨论种族关系上非常谨慎这一点正好是美国的优点 正是这种谨慎使大家高度重视美国的种族关系 然后设法改善它 而不是回避它 好 有关这个美国种族关系的话题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留学生背景离乡留学美国是否得不偿失 请你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给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BOA新闻应用程式 欢迎回到8月29号的焦点对话 我是宁心 又到了开学的时候 美国学校涌入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新生 过去15年来 美国高校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了6倍 赶全美留学生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赴美验美国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呢 在短短8年间更是增加了50多倍 那么在中国学子的赴美风潮下 大洋两岸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利益链条 中国孩子为了留学美国离乡背景 花费巨资是否得不偿失 大小留学生们在美国的生活就业移民等前景如何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彤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相比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 中国家庭把美国作为这个首选地 你觉得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很简单想移民美国 这个我看了一下最新的统计数据 2013年在美国大学念书的中国学生是28万7 而去年 而今年达到33万 在美国高中念书的中国学生 2013年是24000 今年达到32000 在美国中小学念书的2011年是7000 现在已经超过1万了 这个数字上升的非常快 原因是中国现在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到美国来念研究生的人数 因为这个要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并不容易 所以人数相对稳定 但是进大学高中小学的这个比例在快速的膨胀 那么你觉得就是移民是一个主要的主要的因素 那么戴博你是否赞成这种看法 尤其是我们知道高中和中学 甚至小学学生的这个移民 中学来讲我是同意的 这些人都是要改善他们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那么多学生就是越早来到美国来 其实越来越多的那个中国的女性到美国来生孩子 越来越多的投资移民来 都是同一个想象的不同的层面 现在很多这些有权钱这些能力的人 能到这里来的人 好像多数都要来 这个是为什么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谈一谈 而且再加上那个很多那个父母 中国的家长 包括我的一些非常友好的朋友在内 他们毕竟是很担心他们孩子的教育 高考应试教育这些东西 他们越来越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他们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牺牲人 孩子早一点到美国来 还有很多是很无私的 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这种形态也是有 那你要想中国现在是独生子女一代 中国父母就是有钱的没钱的 有一点钱的吧 都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前途 可国内现在这个应试教育 和这个高考地域 还考研地域 而且考完之后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在中国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很多父母就想 可能呢早出国将孩子送出来 或者在美国找个工作 或者回去找个工作 有的那个外国大学的金字招牌 没准还是有点用 但实际上我们从现在近年 比如说留学以后回中国去找工作的情况 并不是很理想 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的意见 就是说很多人到美国来留学 是不是被比如说 例如一些中介机构等等 夸大了在美国留学生活的这个前景 或者就业方面的前景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因素 中介机构它就是为了这个盈利嘛 这个就像过去的媒婆 他总是要把双方都这个说的天花乱坠 这样你才会这个上钩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因素 中介机构为了赚钱 夸大其词是有的 但是这个到这里来留学的这些学生 他们的家长 他们的家庭 你说他们都是被骗吗 我觉得也不是 这个里面好多因素 为什么这么多人 第一中国的这个人口这么多 今天即使你看到这个 刚刚这个小龙说的这个数字 这个到美国来留学 今年会到33万 33万跟13亿比 这个数字也OK 也还算还好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来过去没有来 现在比较有钱了嘛 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这个国内这个应试教育 这个每年这个高考 千军万马上独木桥 这个东西是越来越感到可怕 再一个呢 在中国现在就算你高考很好 这个进了大学 进了研究这个研究所 毕业以后找工作还是很难找 所以他希望呢 这个给小孩一个新的选择 刚刚小龙说 中国人选择美国主要是为了移民 我觉得这个有这样的人 很多人是考虑移民 但是还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就是为了给小孩未来啊 多一个选项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留在美国留下去 如果留不下去 你也可以选择回中国 这样呢 你也比在中国上学的人 这个度了一层镜 我觉得这个因素比较大 还有一个为什么选择美国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你到任何国家去 你都是中国人 你到德国去留学工作 最后你拿了德国籍 你仍然是在德国的中国人 唯独你在美国 你可以这个读书工作 政治的名字罢龙奴 然后你成了这个美国人 所以这个美国人不排外 还有一个呢 小孩到这里来 这个不会有人觉得说 你是中国人啊 很惊奇 没有的 到处都是中国人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美国的这个环境 给人感觉比较这个舒适 它比较容易适应 好 小龙你觉得跟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 或者政治状况 社会状况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先补充国华刚才说的一点 我在德国住过一年 我确实有这样的体会 德国人你要是见到他 他会说 哎呀 欢迎你来德国 聊几句以后 下面一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回国 美国从来没有人问 然后在美国 你绝对不会问 有人这样问 就是所以有人说 在美国移民觉得最舒服 那么我刚才觉得 谈到了这个高考 是现在中国学生出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考压力大 确实呢 高考是把很多这个 现在中国的高考呢 已经这个录取率相当高了 所以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 这个尽管他们可能成绩不是拔尖的 也照样能进大学 但是高考选拔出来的尖子学生 他们出国到美国这些国家留学并不难 就比方北大清华的 真正现在我们来谈的到美国来念高中 念初中准备上大学的不是那些尖子 是成绩平平的学生 那么为什么 原因是他们在这样的学生 在中国现在的环境里 其实压力越来越大 不光是高考本身 第一个呢就是社会关系紧张 这一点所有的家长都有感觉 第二是孩子成长的机会越来越稀缺了 第三是中国现在的就业以后 就算你找到工作收入增长也很慢 第四是中国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所以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家长觉得 预期让孩子在中国很艰难的生存发展 还不如让他去美国 那里好像是个天堂 好我想问 那么如果到了美国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 戴博你看看 因为你原来曾经在玛丽兰大学 接触可能比较多的中国学生 各有各的情况 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中国孩子都适合到美国来 看你是哪个年龄来的 现在他们就是越少 就是来了很多什么读那个初中啊 那个小学 小学都有 都有 而且他们还是不成熟不独立 我觉得一直到那个高中 他们最重要的老师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家长 全大多数 我自己的看法是应该先在他们爸爸妈妈的身边 在中国好好的待着 到这里来读本科或者是读研究生 就可以了 当然有一些特别有秀很独立的到来也非常欢迎 可是很多这些小孩子毕竟是孩子 他们觉得很孤独 他们不能适应过来 所以他们很自然的跟别的中国人就是 混在一起 然后他们不接触美国 他们的语言也没有进步 他们就是不太懂这些文化 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可是各有各的情况 最近我就是也补充说 这有一些情况发现 就是中国学生来美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能扎堆 其他国家吧 扎堆不那么容易 中国人少 美国就非常扎堆 最近他们在加州什么有些调查 就发现 这中国学生扎堆 扎到什么地方 大家跟中国的习惯带过来 比车 比豪车 突然洛杉矶附近有几个地区 发现 怎么是中国学生 买这个 这个十万美元以上的贵车 买的最多 就发现他们这些富家子弟 从语言习惯生活方式 到他们整个价值观念 完全没有进入美国 这是 他这个家队 就是高中生家队 有一个背景 就是他们都住在这个住宿家庭 因为他们上的是私立高中 那么这个住宿家庭 很多是 比如说是中国家庭 你接受他们 或者是学校安排他们 就中国生住在一块 所以给他们这个扎堆 也创造这个 你现在不扎堆也不行啊 你想避免避免不了啊 你现在 华盛顿周围 你去找 这些私立的高中 每一家高中 大概都有 至少十个 到二十位 这个中国学生 这些人在一起 说自己的语言 然后吃自己的东西 这个远离了父母 本来就有一种 这个 相仇 有相仇 那小孩在一起 很容易就就抱团了 对 这个这个 因为就是中国的学生 真的是很多 每一所 私立的高中 都有很多 对不起 小冬 请讲 我对这个 中国留在美国念书的 大学生和高中生 稍微做了点 小小的调查 然后发现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头 我们看到 有所谓的ABC 就是在美国生长的 华裔家庭的孩子 他们也会讲中文 但是 中国大陆来的学生 扎堆的时候 绝对很少和这些 美国ABC们 扎在一块 我问过一下ABC 学生 说你们为什么 不去和那些 大陆来的学生交朋友 在一块玩 一块聊天 他说聊不到一起啊 他说不是讲中文的问题 大家都讲中文 但是 他说我们看网站就不一样 新闻来源 兴趣全都不一样 美国 ABC看的是美国的网站 然后中国学生 只要一上网 就看国内网站 所以他们对国内的 娱乐新闻 体育新闻这些事 这个高度感兴趣 换句话讲 这个我和小夏 都是学社会学的 我们都知道 这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 就是说 一个小孩 在他小学到高中 这段时间 他的一个人的人格 价值观 在逐步形成当中 受三方面影响 教师 家长 和同伴 如果他在中国 已经大体上 形成了那种价值观 和那种 这个行为模式 比方讲 小夏讲的 这个富二代的 经为模式 他到美国来 是不会轻易改变 他这种模式 这种价值观 和美国学生之间 其实格格不入 这是他们 对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 我想再提一下 就是 因为有一些 美国的报道 也在关注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学生 对美国学校的 这个冲击 那么我们知道 实际上现在美国 很多学校都到中国 去开设这个招生点 等等 其实很大程度 是不是也是出于 盈利的目的 那么戴博 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不是盈利 是生存的问题 尤其是美国的 很多州立大学 2008年 就是那个金融危机 发生以后 美国的来自于 别的州 付州外的 那个学费的 美国人少多了 所以他们需要 新的付 那个州外 那个小费 一些来源 那个肯定是中国 所以他们 吸引他们来 包括很多 那个美国的 私立学校 那个高中 初中 他们的学费 跟你像 长青藤大学的 一个那个 一年的小费 就差不多 差不多 学费一样 所以中国学生成为 他们重要的一个 资金来源 所以这个是生存问题 不是盈利问题 可是你吸引他们来 很多这些中国学生 在语言方面 不管他们再聪明 他们再勤快 他们的英文水平 他们的基础 就是不够 这些学校 收他们的钱 可是不给他们开 他们所需要的 布袭班和基础性的 这些课程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 他们排行榜 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你不能 只怪这些学生 他们是付学费的 他们是申请 他们被录取的 这些学校 有一部分 有不当的行为 我觉得 我就觉得就是 第一项补充一下 就是说 州内学费 和州外学费 大概三倍之差 差不多 所以一般来说 就本州州政府 会给本州的学生 补充那个 就是补助 这个三分之二的学费 另外一个 我觉得不光是个补习班 我观察很多中国学生 我去跟他们讲课 就发现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他们到了美国 很多英文非常好 多数人英文都很好 在国内看美国电视 就比我来的时候好多了 起码是 但是他们对美国价值观念 对这种价值观念的抗拒 是让我非常吃惊的 教训方法 对整个对美国 就是美国作为美国的抗拒 非常令人吃惊 他有一点就是要注意 就是刚刚那个 好像是这个小龙提到 就是说到这 以这种方式来留学的 这些中国学生 他们在国内 可能不是这个顶尖的学生 他们在国内 可能最多考到三本四本 甚至可能还没有 那这些人到这来以后 他为什么会抗拒呢 因为他在国内 虽然成绩不好 那被家长一直是赶啊压啊 这个自己也是苦啊 他跑到这里一下放松了 家长也不在身边 他一下放松以后 他就厌学了反倒 所以这个美国的教学方式 一些东西啊 他并没有把它就拿过来 这个好好去 美国他要求你自己有个自立 你完全自我管理 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 就是刚刚小夏讲的 州内学费 州外学费的这个巨大差别 还有一点 这个美国现在跑到中国 去招生的这些大学 都是二流三流的大学 虽然是二流三流 但是他的学费 其实跟一流没有差多少 没有差多少 好 小农我想请你 在从学成以后 比如说不管是回归中国 还是留在美国 中国学生面临一些 什么样的障碍或者问题 就说比如说家长在投资 我是不是把孩子送到美国 去念书的时候 要考虑哪些因素 那么你原来曾经跟我说 你觉得很多人 过高估计的在美国 生存的这个容易的程度 那么你来跟我分析一下 确实 这个很多家长啊 现在这个送美国 送孩子来美国念书的时候 做的是所谓的 长春藤大学的梦 这个我和小夏 都是从这样学校出来的 我们知道 其实这样的学校并不容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在美国 如果只是一个外国学生 用的是所谓F1签证 你工作 大学毕业之后 原则上你是不容易 找到美国公司的工作的 因为它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也许它念完研究生院 这个机会会增加一些 那么也得看是什么学校 如果是美国的 三四流大学的研究生院 也不见得找工作容易 这个成本呢 却是相当高的 我算了一下 大学四年 如果私立的话 一般要16万 高中四年要20万 这就36万了 如果再加三年研究生院 合在一起要50万 花50万 是不是能换来一个孩子的前途 那可是很靠不住的 我就知道有很多孩子 在这里念完了 三四流大学的研究生院以后 实际上找不到工作 还得回去 所以这样的话 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它和中国脱节了 在美国得待不住 这50万花下去以后 换来什么 变成竹篮大水一场空 戴博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在美国高校 在国务院你都待过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美国学校 很大程度扩大 对中国学生的招生 或者是欢迎中国学生的情况下 美国的移民政策相反 又我觉得对于移民 并没有放松 所以在这中间有一个落差 那么这些人 到美国来学习生活以后 花了很多的巨资 那么最后 像刚才小冬说的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预见 未来这种情况变得很严重 他们毕业以后 一般来说 他们有一年的所谓OPT 如果他们可以缴工作 实习 对他们就实习 然后他们都会回国 可是现在就是因为 他们的人数增长得那么快 越来越多的 包括非常有秀的 那个中国那些毕业生在内 是找不到 这些实习的这些机会 所以他们得回到中国去 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普遍的 实习问题 我知道在美国 很多人都找不到实习的机会 我知道现在越来越普遍 就是实习生完全没有报酬 这个在美国以前是很少见 现在是越来越普遍的 尤其是在华盛顿 这个情况是特别普遍的 对这个留学生来讲 实习阶段特别特别重要 对 因为你将来要去找工作 你必须经过这个阶段 你去实习以后 人家觉得你表现不错 然后他决定长期雇佣你 然后给你办身份 那你现在连实习的机会 都很难找到的话 这个找工作 基本上是天方夜谈的 很多这些学生 明天的问题就是 像你说的 你实习 如果他就是看中你 你的人补助 他会说你强其过来 对 可是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 只不过是跟别的中国学生 混在一起 没有接触也没有解入 美国的主流 也没有关系 你没有领导力 你的那个通事关系 你不知道怎么跟别的人合作 对 所以用一种距离 他们就不会给你一个实习机会 我就知道最近好几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大学毕业 还是相当好的大学毕业的孩子 中国学生 没有办法找的工作 最后只好再求父母 再拿50万 投资移民 其实我想说一下 刚才你说的 就是说单位哪怕是看中你实习以后 他愿意给你成为 会给你办身份 你这个办身份 你还得经过移民程序 那么这个移民程序 移民局 是不是赞成你这个雇主 给你的这个资格标准 他必须说 我是因为在美国找不到的人才 我非要雇主 他要经过一个非常严苛的移民程序 这个雇主如果从这个实习期的表现的外国学生身上 如果发现有很特殊的这个素质的话 他可以去雇 但是前提 他必须先到劳工部 告诉劳工部说 我找不到我需要的人 我在美国 我找不到同样 他要登广告 你意外上是那 中国人美国人在这个方面都是钻空子 也都说谎 我看中这个人 我就是有一个那个移民律师 知道怎么填表 怎么写这个表 其实也可以接受这个表 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他这个人 我非顾到他不可 对对对 这是有的 好我们听听小农的看法 我知道移民局在这方面的程序是这样 就是所谓的H1签证的 给外国人 他有一系列程序 首先就是这家雇主必须公开的在美国的媒体上招募这项工作 并且要向移民局证明他招募了若干人 全都不合格 要拿出正确 什么理由 拿出理由 然后最后才证明说唯有这个中国学生是最合格的 所以他要申请移民 要移民配额 这个移民工作签证 同时办理这样的手续 移民律师收费要高达8000美元 所以对一个美国公司来讲 如果说能省去这个麻烦找一个美国人 或者有绿卡的人 他就不用再多那道麻烦 那个成本他也一般不会愿意承担 所以很多情况下 过去这个在美国就业的很多人 中国国内一直有一个误解 比方讲美国在六四之后 93年老布什总统给所有在美国的华人拘留权 使他们有工作机会了 这是一个特例 但不是能够延伸到后面 以后每一代都这样 第二 在美国的过去这些年当中 有一部分华人找到了美国公司工作 其实这些公司顾他们的原因 是要他们发展与中国的业务 这样的机会 现在也差不多都结束 最后代博30秒时间 你作为一个跟中美学校都有相当关系的人 你觉得如果给美国给中国家长提建议 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30秒钟时间 在他们考虑留学的时候 晚一点来 就是作为研究生就可以 先要跟父母待在一起 就是学好他们的英语 晚一点来 总的来讲更有利于他们 小夏你有什么 我觉得来了之后既然到了美国 就学习美国 不要在中国人家堆 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 父母应该先陪他们 陪着小孩把这个学业读完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交点对话就进行到这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戴博 张国华 龚小夏 我陈蒋龙先生 我们下星期五 再在交点对话 养晦 再见